吉他举手 侦格 咱们其实等于无疑 是那个人类集汉史研究所应聘的 等于给局校当打算手 怎么你心相全是三无一这种人 全是渡志人 这个和观众合体的感觉就出来了 上级那个特效我一开始真的没有给到 好乖 要不还是打一架吧 直接爆炸 随便是硬身倒地 有时候合理解释吧 因为这次的比赛没有用动物头 用的都是之前吉隆里炸的那种 其实就是外转的黑色核心 啊 他这里还鸣枪示异 我就感觉他这个情节脱太晚了 这种情节不应该在倒数第二集的时候出现了 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倒数第二集 你们觉得呢 是的 这根本就不是倒数第二集的氛围感 反而有点像刚刚拿到最终 然后就开始出乱者 是的 我们全体正义切割创四天 正确的 不是姐姐也不是外人 那是什么 不是姐姐也不是外人 是朋友以上 猎人一下 哈哈 锦盒怎么又不变身 哈哈 很好想回回来就没变身了 对啊给他弄个皮套吧 就是啊 弄个怪兽带扣什么的 哎呦 哈哈 八把来了 高桥的 哦多伤 有点恶心 但可爱 哈哈 大巫 其实有点牵强吧 他怎么知道基罗里一定会来呢 他问就是家人的鸡饭 相信基罗里会来 他就一定会来 相信吧 比如说 比如说 伊扎德 奥美加的力量是来源于他们越来的一群观众的用 嗯 区区古代人 这有点看不懂 为什么你能保障未来人的安全呢 有点牵强了我觉得 我反正不是能看懂 啥意思 不懂 有点没火整的那种感觉 前方真开挂 前方真开挂 有小作文补充 就是虽然几乎是有创始之力的人 但他终究是人类 只要是人类 就受舒安雅的控制 这 这个是你也很傻人 哎呦 呵呵 回去抓5P是吧 抓5P 不回收也罢了 我忍不忍 是这样 那个是黑芝姆尼吗 还是 就是芝姆尼啊 不清除不清除 我感觉那个有可能就是本体来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牵强 除非他说 他们事先说好 要把英寿杀了 因为虽然不是说了一句话吗 只要你还是这个时代的人 你就会受到时间回溯这个能力的约束 问题是回溯时间那个能力 他之前是没有给过任何铺垫的 他要怎么提前去做这个计划呢 包括你看吉洛里 你怎么知道他肯定就会来呢 你只要相信吉洛里会来 他就一定会出现吗 很多东西他都是无缘的问题啊 你这个因是得不出这个果了 我要看到你这个结果 还强行帮你去脑补的一些过程出来 合理化的这个剧情合适吗 而且非要说起来 那既然你都有回溯时间的能力 或者是能够粘压Mark Knight的 你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动手呢 为什么非要让芝姆尼去开枪呢 一何在呢 就是为了回溯OP而回溯OP吗 除非他说吉洛里提前爆料 虽然我现在拥有回溯时间的能力 你要破他这个局 你就要死 就必须让芝姆尼陪你演一出戏 把你崩了 然后你死了之后 你就不受回溯时间那个能力的约束了 反正他这个忽然冒出来的 倒流时间的设定真的 呃 最后能正常收尾就算成功 看来怎么结局 下金兽怎么可能真死了吧 他应该是死了然后成神了 哦懂了 舍弃肉身成为跟未来一样的数据躯体是吧 我感觉应该是 因为本来他就不是正常人了 你要想他是数据人跟古代人生出来的东西 是个杂种 所以这么有可能是他 把肉身舍弃了 转面成数据体 转化的那个过程中 然后其他骑士来一波击败 然后四个人一起开最终 不然我想芝姆尼附近来的剧情怎么结 最后一集肯定前段场 音色是不在的 然后后段场在降神这样子 然后直接结局 没了 其实说到底 我觉得还是那个本源的问题 就是Mark Knight出来的时候 他说要所有人都幸福 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去质疑了 他这个主题到底要怎么去搜搜的 让我觉得合理 他讲的东西太过于虚无缥缈了 然后你最后面 创这篇花的大概有十级的篇幅来讲 但实际上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gap到你这个 所谓的样所很多幸福 你要怎么去实现 你要不搞个那种无限阅读算了吧 或者齐杰拉那种开花 然后全部人进入自己的美梦 主要是我gap不到 真的接受不了他传递的那种价值观 38集当大结局了 唉 我只能说《英寿循玛记》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 可惜他只有39集 我刚骑的车 骑车人变形 感觉是劳苦人设定 各方面都帮忙 男妈妈 这支队没了我不行 谁是队长啊到底 反正不是我 啊 他这里是个冰洗衣机说话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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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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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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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入你旁边碰到你真的正乐的老妈 哈哈哈哈 哇好尴尬 哈哈 还以为是个漂亮美眉 你怎麼知道我練了8塊腹肌 可以可以合理修集哦 今天一樣有道女爺修一修 他前口 小東海 你怎麼知道我練了10塊腹肌 原來你的褲子我是真的 原來你的褲子我是真的 你們代入一下隊長看到這樣的情境 我會覺得什麼鬼就看不懂他在說什麼 為什麼突然什麼外星人侵略計畫什麼鬼 我代入那個視角我覺得這個人是不是瘋瘤雞啊 他還抱著肉帶番茄 他指教龍還在追我 這個巨大感受的認不出來 嗯 確實 搖搖放搖 我這個番茄是這樣用的 一眼神視角變身 會玩的會玩的這個 雖然之前也用過一次吧 他摔掉3了之後 但是這個比較有感覺 und 倪醒的技術起點 AI是會進化的 那我呀 妖馬命 他這 其實他這個原地轉圈 我感覺有點煤火硬整的意思 我們怎麼看 我今天还挺有趣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每次都要玩点新花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为了整花样和整花样的感觉了 其实非常说起来的他每集的那种打得 都是带有一点幽默回谐的感觉 我感觉不像现在更多是放在文系上 打得其实占比不大 但是现在文系做的确实挺不错的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对 所以能细评吧 这种就更多是这种天头的地方了 他这样子转两圈就是咯咯咯咯咯 可能还多一点点调论度 不管是正面的也好 负面的也好 反正这集比我更热的 那么他就是好了 又玩这个 滴滴滴滴滴 经典自闭 豆沙已经好几集没说豆沙了 这一针 是 可能一周复活了 他79秒刚好是这个OP OP时长 对 一人也无法发挥出最大性能 经典也无法发挥出最大性能 战略滴滴滴滴滴 少一个人价值能力会下降很多 好带感 第一次行到直音一下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好听 又听了带感 一个人跑不掉 这一样大方拿捏摸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这里很好理解 就是 你先有一个可以让你开一招打的机会 你会不会去抢 哈哈哈 细节流汗了 杨宝不想他们去的 本心肯定是不希望他们选中 毕竟可能去了就回不来了 确实 即便这样子还是不得不让他们去冒险 就证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也能看出来杨宝以前都是自己去打的 他之前都是七国保民了 忘了 哈哈哈 好吃好聚哦 怎么说 就是说只要我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请不要说这是牺牲 哈哈哈 别别别别 哈哈哈 接下来接下来以后你们写作文可以直接抄下来 加分了 军王者金句真的很多 哈哈哈 跨风突变 子国没办法 子国就他一个人能用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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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下班了 哦哦哦哦 地动 不是工作所以没有加发费 哈哈哈 哈哈哈 哦哦哦 这真的是这孩子 直接爆了 哦哦哦哦 好想编试一点什么东西 但是还是不要少了各位的亚信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啊去背后 我终于带神蚂蚁玩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哇太大了 哇 好笨重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帅啊 哈哈哈 神蚂蚁太吸了 神蚂蚁细分最多的一截 风火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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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 jab 這個一次是OME Ban 神战的那个GEAM 这个是SOGS 葡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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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够了 对对对 够了 觉得其三要来了 真的给我们猜对了 是这样的 下集真的就是第一集大结局了 六哥成立 然后直接开到两天后 崇八必定不死 崇八是蚯蚓啊 就算死了再生也是很合理的设定 其实有一说一 崇八如果下集就要死掉或者假死的话 那必须要把丞相的身份给揭开 然后顺理成章过渡到下一个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